今天HAPU BBA很開心就是有2023年畢業生Gordon 特意由加拿大這麼遠回來幫我們做Event 手 也想問Gordon 為何會特意由這麼遠的地方 回來幫浸大BBA的Event 手呢 我想主要的原因都是歸屬感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在浸會大學得到很多資源 很希望把握這次的機會回饋我自己的大學 希望在各方面都可以幫到手 我主要是做了三樣的委託 第一份是由學校推介的AO委託 那時候主要是做一些關於consultant 和policy consultant的工作 第二份工作是在加拿大做的 在Retail Banking做一個advisory group 主要是去幫客人開戶口 或者做一些簡單的投資服務等等 而第三個就是在香港的 local access management firm 裏面 做一個equity trading的一個委託 當中我學了怎樣去做一個股票交易 其實當中都是獲益良多的 總括而言在這三個委託中 其實我都學了不同的銷售技巧 和一些股票交易的一些很實在的技能 主要我會認為是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英語能力的提升 因為始終我們在國外和朋友聊天 或者可能上台的時候 基本上大部份的時間 就算日常生活都是用英文溝通 很多時候學的conversational的英文 其實在香港是未必會接觸到的 而在外國交流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方面有所提升 而第二就是可以有一個 國際的社交圈子 因為你在外國交流的時候 你會接觸到不同大學的學生 例如我在我自己的國家 就認識到一些來自新加坡 馬來西亞甚至可能加拿大的同學生 這些朋友其實都很難得的 主要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當然是上多一個學位 因為一般的交流程式 只是去一個交流的計劃 而是沒有好像WDV 可以額外給多一個學位給你 而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希望可以有多一點時間 去體驗當地的文化 和了解當地學習的過程 因為一般的交流計劃 都可能只有半年或者一年的時間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主要是 適應能力 因為我覺得一個香港的學生 去到外國留學的時候 不多不少都會有些迷惘 當時我去到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迷惘 例如讀什麼科 或者可能玩些什麼 或者放學之後 應該要做些什麼等等 而我覺得其實 我會建議同學生 去多些去認識新朋友 以及多些去不同 當地大學的宗教導師 去問一些意見 或者參加不同的學會等等 其實都可以解決到 我剛剛所說的問題 而第二樣就是可能 是社交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香港 是比較常用廣東話去溝通 而外國主要用英文 但我都希望這麼多位同學 可以主動一點 以及不用害羞 去跟外國的學生說英文 好 都多謝Gordon 給同學的一些意見 以及今天都特地回來幫忙 我們今天的專課就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